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 番外之小助理和他的大明星 第114-115集 见家长 今夏回到自己房间后 免转反侧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 心里总是惦记着陆毅 担心他喝了酒 要是半夜突然吐了怎么办 很容易呛到喉咙的 思来想去 还是偷偷跑到陆毅房间去观察一下 要是他没什么不舒服 就再悄悄地回来 陆毅房间并没有锁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去 来到了他床边 他睡得很深 今夏帮他拢了拢被子 借着窗外折射进来的月光 看了他几眼 他睡觉的样子 特别像个孩子 今夏看着他的睡颜 心里软软的 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脸颊 正打算看了就走 结果一不小心踢到床边的垃圾桶 砰的一声 他吓得叫了一声 陆毅被惊醒 连忙打开床头柜 迷迷糊糊间看清 今夏正抱着手臂 看着地上的垃圾桶 一副余境未了的模样 陆毅连忙安抚地说道 是不是吓到了 你踢到垃圾桶了 陆毅把他拉进自己的怀里 扯过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怎么大半夜过来 进来做小偷吗 今夏听他这么说 有些委屈 哼了一声 就撅着嘴巴不理他 明明好心好意进来看看 他的情况 结果还被当成了小偷 这口气 他可咽不下去 站起身就打算走 陆毅把他死死地拉住 轻声问道 怎么了 你再不说 我就把你救地正法了 今夏没好气地说道 人家还不是关心你 你晚上喝了这么多酒 我怕你不舒服 进来看看你 没想到你房间障碍物这么多 你不知道 刚才吓死我了 我命令你 明天就把这个垃圾桶扔掉 虽然他的语气充满了抱怨 可是 陆毅心里听了暖洋洋 原来他半夜溜进自己的房间 是为了关心自己 他满含深情地抱住惊吓 下巴抵着他的额头 宠溺地说道 好 听你的 明天我就把垃圾桶扔掉 免得你再溜进我房间撞倒 今夏一时间有些羞愧难当 怎么听他的语气 自己好像要对他涂谋不轨一样 他娇撑地看了他一眼 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误会 想要站起来 结果陆毅紧紧把他搂在怀里 他充满荷尔的气息 全部喷在今夏的泊梗处 整个人都燃烧了一般 痒痒的 他仰起头 想去寻找陆毅的嘴唇 结果陆毅只是轻轻 吻了吻他的的额头 继而推了一把金夏 哑着声音问 还不回自己的房间 我这里可不给你睡 金夏听了他的话 生气地看了他一眼 有些口不择言地说道 你 太自信了吧 谁要睡你的房间 我才不要睡 陆毅见他反应激烈 浅浅地笑了一下 生气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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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夏一连说了三个没有 又最后强调了一遍 真没有 陆毅温柔地看着他 眼底写满了笑意 他的闪烁 他的主动 他的狡辩 在自己眼里是那么的可爱 真的好想把他塞进自己的被窝 好好的温存一番 可惜此时真的不太方便 只能狠心叫他回房 金夏心里说不出的委屈 明明自己好心来看他 却还要被他赶出门 他低着头也不去看他 知道了 我回去了 你好好睡觉吧 晚上可别踢被子 陆毅十分暧昧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我晚上从不踢被子 倒是有个笨丫头 睡相特别丑 每次都要我抱着 才会乖乖地不踢被子 金夏被他一番话说得又羞又气 转过身 狠狠掐了一把他的脸 路易拉住他的手 贴着自己的脸 直直地看着他 心里真的好舍不得他 小白兔自己都送上门了 大灰狼竟然把他放走了 这是什么道理啊 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 好了 快走吧 你爸妈还睡在隔壁呢 金夏抽出手 点点头朝他说了句 拜拜 乖乖睡觉哦 然后一步三回头 恋恋不舍地走出门了 回到房间 脑子里全部都是路易 他身上的味道 他的气息 他的怀抱在无限落寞中 才慢慢地睡着 原妈妈看到金夏 突然穿了一身十分淑女的衣服 突然还有点不习惯 这丫头平时邋遢惯了 突然一打扮 看起来还不错啊 走吧 时间快到了 路易一边牵着金夏的手 一边往门口走去 众人来到餐厅时 金夏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路易牵着他的手 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冰凉 他安抚地拍了拍金夏的肩膀 温柔地说道 你别紧张呀 我爸爸会喜欢你的 金夏心情无比地忐忑 他不安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爸爸会喜欢我呢 因为我喜欢你呀 只要我喜欢的 就是他喜欢的 路易看着他 说得无比真诚 他的话就像一汪泉水 缓缓抚平着金夏浮躁不安的心 金夏对他点点头 为了路易 他一定会好好在他爸爸面前表现的 路易爸爸已经在包厢里等了 一进门 金夏连忙和他打了声招呼 站在路易身旁 看起来乖巧极了 路易爸爸第一眼见到金夏 觉得这女孩 长得虽然没有十分的漂亮 可是看着特别亲切 笑容也十分灿烂可爱 他连忙招呼大伙坐下 对袁妈妈袁爸爸 礼貌地打着招呼 路老师 你好 我一直有看你演的电视剧 今天没想到 以金夏爸爸的身份和你见面 真的太有缘分了 袁爸爸无比感慨地说着 在他那一辈 大都喜欢看证据 所以大伙都认识路婷 金夏爸爸 今天能和你们见面 我真的太开心了 路易的感情生活 是我一直特别担心的 他妈妈走得早 我又忙着工作 很少顾及到他 他又迟迟不肯恋爱 我真的担心 他要单身一辈子了 不过 看到他和金夏这么恩爱 我的心就放下了 路易爸爸一番话 说得让人无比动容 金夏忍不住红了眼眶 路易单身这么久 却等来了一个不怎么优秀 还有点笨的袁金夏 可是他会用自己全部的力量 去爱路易 去关心他 照顾他 路易看着爸爸 两人默契地笑笑 父子俩都是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 但是他知道他的爸爸很爱自己 此刻他觉得自己很幸福 有这么多人爱他 这种被爱的温暖包裹着他 他的内心平和又充满着安全感 陆老师 他们都是好孩子 相信金夏和陆易 一定会经营好这份感情的 原爸爸想不到 陆婷是一位如此温和 没有架子的人 就好像身边的朋友一样 让人感到亲切 他之前还担心 他爸爸是演员 家事好又有名气 会对金夏有看法 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对金夏很满意 还一直问金夏爱吃什么 特别的周到礼貌 一点也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原爸爸想 陆易爸爸是这么一个有涵养的人 陆易才会这么真诚重情义吧 陆婷特地开了一瓶红酒 亲自为每个人倒了红酒 他端着酒杯 看着金夏和陆易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有了心爱的女人 看起来更加稳重开朗了 他就感到特别的欣慰 人的一生其实不用做太多的事 只要好好工作 找一个心爱的人就可 来 我敬大家一杯 祝大家新的一年 开心快乐 平平安安 大家端起酒杯 干了这杯充满幸福圆满的红酒 场面一时温馨又热闹 金夏一直在桌子底下 拉着陆易的手 两人食指相扣着 长辈们见两人如此恩爱 都为他们感到开心 这时陆易提议道 今天这么开心 要不我们合影留念吧 他掏出手机 打开前置摄像头 大家都围在他的手机前 露出了开心的笑 袁爸爸看着陆婷 陆老师 我能与你影迷的身份 和你合影一张吗 陆婷爽朗地笑了笑 当然可以了 于是 陆易充当了一回摄影师 为他们拍了好几张合照 袁爸爸看着照片非常满意 一直笑个不停 金夏看着两家其乐融融的画面 心里特别的感动 他一直担心 陆易爸爸会不喜欢自己 没想到他这么温和 这么亲切 对自己特别好 范碧 陆婷拿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金夏 金夏 这是我送你的见面里 希望你喜欢 陆易对他说道 快打开看看 爸爸送你了什么 金夏打开 发现是一条很精致的钻石项链 我也不知道 你们小年轻喜欢什么 还是让店里的销售员 给我推荐的 谢谢叔叔 我特别喜欢 陆易拿出项链 对金夏说道 我帮你戴起来 陆婷看着陆易对女朋友这么周到 一晚上眼睛都没离开过他 他看得出来 儿子这次是很用心地对待这段感情 嗯 爸 你眼光不错 金夏戴起来特别好看 陆婷打趣道 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小两口被打趣得不好意思极了 金夏更是低着头 害羞地站着 他难为情极了 整个人脸红红的 加上喝了一小杯的红酒 看起来更加通红 原妈妈见金夏这么幸福 对陆易更是满意了几分 她能安排两家长辈见面 就说明 她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 对金夏是真心的 只要女儿幸福 她就跟着幸福 可来具犯的好男人 我已经不是仁给我负责任的好男人 所以不令我负责任的好男人 相处 就稿身的好男人 就像这么与一种好男人